好 那我们在上课之前调整好动机 为了另一切的友情希望早就获得 无上的菩提 好 以这样的一个动机来听今天 综艺宝马律的内容 好 大家看到 综艺宝马律十一页道书第二行 第四 总说佛教综艺之建立 释迦王 无与伦比的导师首先发最圣菩提心 赐于三大阿僧奇节积聚之良 最后在金刚座上圆成正觉 佛陀原成正觉后 现在完 就到这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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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成的 嗯 综艺 他们的说法 第二呢 就是大成的综艺 他们的说法 小成的综艺呢 我在这里说的小成的综艺呢 是四大宗派当中的 嗯 有部和金部 金部派他们的 就是主张 他们认为释迦牟尼呢 首先 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 发菩提心的时候呢 是怎么发菩提心的 嗯 嗯 那让再然后 中间是啊 啊 啊 怎么累积资练 那然后最后 在哪一个地方成佛 怎么成佛 就是这个 这些都是跟啊 唯实派以上的大成的综艺 他们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小成的宗派他们认为 释迦牟尼呢 就是在早期 有一位叫 啊 什么呢 释迦大能人的佛陀 有这样的一尊佛陀 在他的啊 就是 嗯 在那个时代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当时就是 他 向这尊佛陀呢 啊 供了什么呢 啊 一平满满的这个 甘露 一平甘露 那然后呢 就是啊 发了一个就是 就是发愿嘛 对不对 就是怎么发愿呢 就是 就是为了一切的啊 啊 众生也就是说 不度众生 所以呢 希望 我也早日的就像啊 啊 佛陀您一样的 就是 获得这样的一个国位 所以呢 就是他发了这样的一种啊 啊 一个愿 那当时呢 呢 他的心里面呢 就生起了这个啊 啊 啊 菩提心 就是菩提心 所以呢 他的菩提心是这样生起的 小成的啊 啊 中意呢 他们认为是这样生起的 就是 开始发布心 心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然后 啊 雷基之链的这个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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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首先 就是 他们有一种说法 这个呢 在 嗯 我记得在这个什么 巨蛇论的 第几篇啊 现在我记不清就是 巨蛇论的那个 第八篇吧 对 最后一篇里面呢 是怎么讲的呢 就是他怎么累积资链呢 就是他怎么累积资链呢 呃 释迦 大能人的佛陀 一直到 什么 有一位佛陀 这个中间呢 他累积了 什么呢 啊 就是 第一大生起的这个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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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菩提家业 那个菩提树下 菩提树下 菩提树下呢 就是 啊 啊 从 武道里面的就是 武道里面的就是 资连 不是啊 加行到 一直修订 就是没有出帝啊 一直这样的呢 那然后 在 啊 什么呢 当时的 当时的 就是按照啊 啊 葬礼来算的话 就是 正约十五日 对啊 正约十五日 十五日的早上灵明 就是成佛 就成道嘛 是这样的 所以呢 他成道的地方 也就是 我们一般人 啊 啊 所看到的这个什么 啊 啊 菩提家业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是这样讲的 所以呢 啊 啊 以小成的 这个 这个 综艺来讲的 按照他们的 综艺来讲的话 那 啊 啊 佛陀的十二相 成道呢 都是一个什么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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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个什么 嗯 是一个真实的 应该就是 啊 不是什么呢 嗯 不是视线的 而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它真正是这样的 就是在那边什么 啊 啊 转法轮 那然后这些也是真实 那然后在 菩提家业 成佛 这个时候都是真实的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 不是佛陀什么 视线和众生 不是这样的 好呢 啊 啊 这个呢是 就是小成的 小成的有部和 啊 什么 就是金部派 他们 的一种说法 就是佛陀的 成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然后大成呢 大成的就是 就是唯实派和中观派 这两派呢 他们认为 在菩提家业成佛 这些都是什么 一般就是佛陀 视线和众生看的 其实呢 它早期已经是 成佛 但是为了不度众生 所以呢 才在金刚座 在这里就是 视线和我们众生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 大成的宗义者呢 他们认为 佛陀呢 实际上 发菩提心 是在 就是报恩经 根据报恩经 来讲的话呢 世尊 就是在他的前身 在很早以前 在地狱 地狱 发菩提心的 第一点 就是在地狱 发菩提心的 不是在人身 发菩提心的 不是在人间 发菩提心的 也不是在 什么呢 天界里面 这样发菩提心的 它是在 地狱里面 发菩提心的 那所以说 这个菩提心呢 可以在地狱 发菩提心的话 那恶鬼 还有呢 出生等等 这些 身份上 也可以发菩提心的 那然后 这个雷基自恋的这个部分呢 雷基自恋的这个部分呢 雷基自恋的这个部分呢 这两个阶段里面呢 它累积了什么 就是 这个 三大二十一切的就是 之连 第一 第一大二十一切的这个之连 那然后 从三十一切到 什么呢 从八神的境到第一 commented 到第七地之内呢 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必须的什么呢 二大什么 阿森七节 阿森七节的这个自恋 那十地 八地 九地 十地 这个三个地的阶段 它累积了最后的第三大阿森七节的自恋 所以呢 它的自恋就是在十地才圆满的 是这样讲的 那然后成佛呢 成佛呢 大臣的宗义 他们认为成佛的地方不是在这个什么 菩提家野 不是在菩提家野 不是在菩提家野的金刚座 那成佛的时候呢 成佛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 有一个色界 这个色界呢 不是我们一般在家的轮回的这个色界 色界它分为十七个色界里面呢 还要最上面的有一个色界 这个色界里面呢 只有佛陀和菩萨 只有佛陀和大臣的菩萨 没有其他的这个不特切落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是什么呢 就是成佛的 成佛的 那个地方呢 都是天人啊 都是天人 没有一个是 什么 人和什么 等等这样的 它本来是一个色界 但不是我们一般在讲的 轮回的这个色界 就是在轮回的色界的上面 据说有一个什么呢 佛陀和他的眷属 大臣的菩萨所居住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那个地方成佛的 那然后呢 它就是化身到我们的世间 世间弘法 那所以呢 就是讲到了这个什么 十二相 十二相成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成佛的这个部分呢 它有两种的说法 那同样的 发菩提心 中间累积资料 就是累积资料的 也是有三种的说法 两种的说法 好 那继续 佛陀佛陈成正觉后 先在瓦拉纳斯 对五贤谱 转四地法轮 随后在灵旧风 转无相法轮 随后又在 废舍里等地 大转善分别法轮 折腹的外道 六师等一切邪说 使利乐之源的 珍贵佛法 得以弘扬与开展 好 那然后成佛之后呢 就是 成佛之后 就是宣说佛法的这个部分 宣说佛法呢 他讲的佛法 最主要呢 有三转法轮 初转法轮呢 就是初转法轮 中转法轮 后转法轮 就是三转 那最初的就是初转法轮呢 这个法轮叫做 四地法轮 这个经书呢 就叫做四地经 佛说四地 四地经 那然后 中转法轮呢 中转法轮呢 叫做 无相法轮 无相法轮 那这个无相法轮呢 它最主要在指 什么 广中略的这个波瑞波罗命多经 那然后 后转法轮 就是第三转法轮呢 叫做 上分别轮 上分别法轮 又可以称之为分别法轮 分别法轮呢 是指 洁生命经 洁生命经 洁生命经呢 有食品 那最主要在讲的是什么 啊 这个里面呢 嗯 因为这个洁生命经呢 是 唯一食派的一个 什么呢 最主要的一个 啊 经典 所以呢 洁生命经 有食品当中呢 还是最主要的 食品里面 最主要的也是什么呢 是一个叫什么 啊 圣一生 菩萨 请问经 圣一生 菩萨 请问经 好 那 佛陀呢 他成佛之后 那 什么时候 才开始 讲经的呢 是不是 成佛之后 马上 什么 就是讲经 在这个问题上呢 啊 怎么讲 就是佛陀呢 成佛之后 他一直在四十九天之内 都没有讲法 他没有 呃 成佛之后 马上 没有跟什么 众生讲法 一直到四十九天 一直没有讲法 那这个呢 为什么呢 根据菩提道子地 广论中 引用的中观根本 会论的 二十四品 里面所讲的 所收到的呢 佛陀 成佛之后 因为 不是啊 因为众生 因为众生呢 就是 意识没有办法 了解深奥的这个空性 所以呢 他没有讲经 他没有讲经 七七四十九天 都没有讲经 就是一种说法 那然后一种说法呢 好像是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啊 有 而不是 华严经里面有一种说法 这个我不知道 怎么讲 不管怎么样呢 四十九天都没有说法 都没有说法 那 呃 然后 呃 就是 梵天王 梵天王呢 就是向佛陀 呃 就是 劝起啊 就是要说法 等一等件 那所以呢 就是在当时的 按照 赞礼来讲的话 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 就是在 呃 什么呢 呃 路也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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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呢 就是对 啊 教程如 等于 那个 五比丘 宣说的这个四地法文 四地法文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是时间 这个是时间 地点 所说的法 就是我们可以 用三个角度来这个 啊 了解啊 第一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按照赞礼来讲的话 就是赞礼的六月四日 是什么呢 啊 法轮节 法轮节 也就是说 啊 佛陀呢 就是在时间 讲法的这个几日 啊 转什么呢 这个四地法文的这个几日 那地点呢 在哪里呢 就是路也愿 路也愿 那对谁 宣说这个四地法文呢 就是叫 陈汝等这个五部 什么呢 不是五部啊 五比丘 那对他们说了什么法呢 就是四地法轮 四圣地 只说了四圣地啊 那然后在 嗯 这个时间呢 有好多的说法 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一般 第什么中转法轮 也是无相法轮 无相法轮呢 嗯 宣说的这个时间 一般呢 就是 说在第二年 四地法轮 就是在 啊 就是说四地法轮的第二年 时间时间的 那然后 地点呢 就是在印度的灵鳩山 印度的灵鳩山 那灵鳩山 他说了什么法呢 就是 波热十万颂 两万颂 八千颂 那然后 这个就是 啊 广中略得 波热波罗命多金 那然后 在简略的话呢 就是 最略的呢 是什么 金刚金 还有呢 啊 再最略的话呢 啊 就是那个 心经 现在我们在 念的心经 这些都是属于 中转法轮 这些都是属于 中转法轮的 就叫做什么呢 五相法轮 好 那后来呢 后来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呢 啊 不清楚啊 那地点呢 就是在 什么 嗯 现在的 印度 银河的 这个附近呢 有一个叫 广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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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呢 啊 佛陀呢 曾经就是 安居过的地方 还有呢 啊 这个 戒 啊 戒论的 这个方面的制度呢 都是在那边 就是啊 规定的 就是制造的 戒律 都是在那边 讲的 好 就是在 广严城 这个地方 那然后 他说的法呢 就是 后转法轮 也就是第三转法轮 分别法轮 叫做分别法轮 也就是说 他说的是 戒身命经 戒身命经 好 所以呢 从 啊 发菩提心 那然后 中间 雷基自恋 然后 成佛 那一直到 什么 啊 宣说佛法事件的 就是三转法轮 那这个是 在讲最主要的部分啊 那其实呢 啊 也有 很多很多的 这个经典 不属于任何的 这个三转法轮 都有很多的经典 这里面呢 三转法轮 就是在讲 最主要的 就是进步 好 那继续 佛陀入灭以后 由于 释经者 对三种法轮的 异趣 分别做了 不同的解释 因此便 产生了 四大宗派 其中说 十世的 小圣 二宗 根据 初法轮 说 五体 信宗 根据 宗法轮 于且行派 则 根据 末法轮 建立 自宗 跟 道 果的 体系 好 就到这里 好 那然后呢 佛陀 元祭之后 就是念盘之后的 念盘之后呢 就出现了这个 四大 佛教的四大宗派 那四大宗派呢 是怎么出现的呢 首先呢 佛陀元祭的元祭后 第几百 就是四百年后 四百年后呢 龙树菩萨 就是出生 龙树菩萨出生的 那然后呢 龙树菩萨呢 按照佛陀的 这个什么 首先我们按照这个课本来讲 好 那首先呢 四大宗派的 四大宗派当中的小陈德二宗 有部和金部宗呢 就是 他们是按照什么 就是按照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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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尊奉什么呢 四地法轮的这个 意趣 所以呢 他们认为这个四地法轮的这个 意趣呢 就是 非常标准的 非常标准的 所以呢 他们呢 就是最主要 他们的这个 跟 道 国 的这个建立呢 都是按照什么 四地法轮的这个 意趣来建立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出现了这个 有部经和金部经 这样的两种宗派 两种宗派 所以呢 这个四地法轮 它是 小陈的 经典 那然后 尊奉他的 就是 两个宗派呢 也是小陈的这个宗派 是这样的 那四地法轮当中呢 它讲的些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四地 就是四圣地 苦极面道 那苦极面道呢 是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 苦极面道呢 是自方成立 自信成立 地实有成立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讲说什么呢 苦极面道的 所以呢 有部经和金部经呢 他们主张 一切法都是自方成立 都是自信成立 还有呢 都是地实有 所以他们的一切法呢 不管是基 到国 都是建立在 这样的一种 什么 基础上 都是建立在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那然后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是在 应该是在这个吧 佛陀 佛陀入灭后的九百年 佛陀入灭后的九百年 那五卓菩萨出生 五卓菩萨出生 那然后五卓菩萨呢 按照这个什么 中转法轮 也就是 洁身命经 来创建了什么呢 就是建立了 为时派的这个 为时派的这个宗义 为时派的这个宗义 所以说 古卓菩萨是 为时派的什么呢 大车九师 大车鬼师 可以这样说 那 那 那 《洁身命经》里面呢 到底讲的 什么样的一种法呢 《洁身命经》里面呢 他讲到了 一切法 都是自翻成立的 自信成立的 这个呢 跟小琴的这个宗派 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他们认为 为时派认为呢 一切法 不一定是 地时成立 因为呢 他们主张 三性 三无性当中的 三性当中的 这个什么 一他起 和原成 是 是 自信 什么地时有 但是呢 遍迹所值呢 他们认为 是 五地时有的 所以呢 为时派的这个见解呢 就是 跟 比什么呢 有部和经部中 还要深的 就是更深一点 那然后 这个什么 龙树菩萨呢 就是按照 刚才是不是 刚才是这个 后转法律 刚才是后转法律 对 后转法律 依据后转法律 五着菩萨 建立了什么呢 建立了这个什么 为时派的这个宗义 那然后中转法律 就是 波日波罗命多经 按照这个经典呢 龙树菩萨 就是创建了什么 中观 中观的这个宗义 当时呢 就是只有这个 中观这个名字 没有印尘和 自序 建的差别 没有 这个时候呢 没有人知道 什么 龙树菩萨的 最究竟的这个意趣 到底是印尘 还是什么 自序呢 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说 一这个什么 三转法轮里面呢 一 初转法轮就出现了什么 小城的 有部和金部宗 这个两个宗派 那一什么呢 中转法轮 就是出现了中观的这个宗义 那然后 后转法轮 一后转法轮呢 就出现了什么呢 为时宗 为时宗 所以呢 佛教的四大宗派是建 他们的来源是建的 所以这段话里面呢 我们最主要要抓住的是什么 佛教的四大宗派是怎么来的 是怎么来的 就是应该是 它的重点是建的 所以呢 这个中转法轮里面呢 它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一切法 都是五字方成立 五字性成立 五地实成立 所以呢 跟下面的什么 呃 为时派和金部 有部 就是 跟他们呢 都是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什么 不一样的一个 这个 不一样的一个综艺 不一样的 那自虚派不是啊 中 呃 为时 为时派呢 他们 什么呢 啊 这个 三性里面呢 伊塔奇和元晨石 是认为地是有 但是呢 遍迹所知 他们认为 啊 什么呢 就是 没有地是有 意思就是说 在一切法当中呢 一部分是地是有 一部分是 五地是有的 他们是建主战 但是到了中关的时候呢 就完全是不一样了 他们说 龙树菩萨 还有呢 祭天 啊 还有法称论师 不是法称 约群论师 他们都认为 一切法 不管是什么样的法 都是 无地是有 不仅是什么呢 啊 五字方成立 五字性成立 而且呢 是五地是成立 五地是成立 也就是说 一切法都是 五字性成立的 是建的 所以一切法都是 五字性 说一切法都是 五字性成立的 宗派呢 只有 中官 只有中 啊什么呢 啊 这个中官派 只有 中官派 尤其是中官 应成派 那 自虚派呢 他们认为 一切法都是 至五地是有 但是 有自性成立的 是建的 那 这个里面呢 啊 中官派呢 就是有连种 中官派 有连种 中官派 两种是怎么出现的呢 首先是龙树菩萨 啊 这个呢 不用说了 他是中官派的 大车鬼师 他呢 就是按照 波热波罗密多经 然后呢 就是 啊 什么呢 啊 写了什么 就是 嗯 中官六礼 六礼 句论 就是有 啊 六本书 六本书 就是呢 透过这个六本书呢 就是他创建 了什么中官的这个宗义 这个时候呢 当时只有中官这个名字 没有什么印尘 还有呢 什么 秩序 这样的说法 那然后呢 啊 就是圣天论师 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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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侯朔呢 是龙树菩萨的啊 什么 龙树菩萨的就是清传弟子 是清传弟子 那他呢 按照龙树菩萨的义处呢 就是义趣 他写了一本什么呢 叫做《中观四百颂》的这样的一本书 那这个时候呢 也没有什么秩序 还有什么呢 这个什么 应成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然后呢 就是佛护论师他出事 那佛护论师呢 他认为就是龙树父子脸 在他们的铸造当中 没有明显的说明 应成和秩序的这个主张 没有明显的说明 所以呢 他为了把这个秩序和应成的差异 辨别清楚 就是解释清楚 所以呢 他就写了一本叫做什么呢 佛护论 就是佛护论建的一本书 但是据说呢 这个佛护论里面呢 因为什么呢 佛护论师 和什么呢 轻辩论师呢 他们好像是就是一个时代的人 一个时代的人 所以呢 轻辩论师 据说是他是一个什么呢 贵族的就是一个贵族出身的 所以呢 佛护论师呢 也不敢什么呢 就是对他怎么样 所以呢 没有 还没有什么呢 也没有非常明显清楚的 在这个书本里面呢 讲出什么 映成对自序不对 就是这样的义中 没有分别的这样的讲出来 但是他的义趣呢 也是龙树菩萨的义趣 就是注于什么呢 映成派的这个见解 而不是自序派的见解 因为轻辩论师呢 轻辩论师呢 他的什么见解是什么呢 中观自序派的见解 中观自序派的见解 所以呢 到了这个佛护论师 还有呢 轻辩论师的这个时代里面 就出现了映成派 和中观映成派 和中观自序派 这种两种中观的这个宗派 那个别指的是什么呢 轻辩论师 就是轻辩论师 他是属于这个 中观自序派的 中观自序派 那然后呢 那见面论师 还有呢 什么 一位叫什么 那梁花界论师 他们是 他们也是属于什么呢 这个 于且 于且行中观自序派 于且行中观自序派 所以呢 这个中观自序派呢 有一点复杂 中观自序派本身是 从什么呢 佛护论师 还有轻辩论师 他们的时代 时代就是出现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又 他们那一部呢 又出现了两种的宗派 一种就是 进步型的 中观自序派 和于且行的 中观自序派 那进步型的 中观自序派 是指 轻辩论师 和他的什么 跟随他的 这些中观 中观师 那然后 于且行的 中观自序派呢 主要的人物是 什么 梁花界 什么论师 还有呢 见面论师 就是这些 那他们的 这个见解的差异呢 主张在哪里呢 因为 轻辩论师 他承认 什么呢 有外境 有外境的 但是 见面论师 他们呢 不承认外境 就是跟那个 什么 为实派的见解 就是有共同的 共同的这个 什么 共同的特点 就是不承认外境 一个是不承认外境的 所以呢 就是从这个方面呢 就出现了什么 分成了两个 中观自序派的这个 名派 那然后呢 这个时候 就中观自序派呢 他非常的 就是明显 非常明显的这个 就是出现了中观自序派 那当时呢 还 应成派 还没有那么的什么 就是明显的 没有明显的 但是呢 到了 约成论师 的这个 时代的时候 约成论师呢 就是 觉得 这个佛晤论师 在这个什么 佛晤论当中呢 虽然他提到了什么 应成对 自序不对 这样的一种说法 他讲到了 这样的一个观点 但是 他觉得呢 还没有 什么呢 不太那么明显 不太那么什么 清楚 所以呢 他就是为了 解释 这个 佛晤论师 还有 龙树菩萨的 就是究竟的 意趣呢 是映成 这个见解 所以呢 他写了一本什么 就是 入中类 还有入中类的自识 还有呢 中观 明显略 等等 这样呢 有好多说 所以呢 透过这些 写了这些书之后呢 他 就是 清楚地解释了 中观的见解呢 是映成的 是最标准的 自序的呢 是错误的 有过失 等等 这样 所以 那 那 静命论师呢 是中观 自序 就是 于且行中观 自序派的 这个 大车轨 那 那 清辩论师呢 是中观 什么 经步行中观 自序派的 大车轨 好 那 那 四大宗派 是建来的 就是 就是 一 三转 法轮 然后 出现了 四大 宗派 那 尤其是 中观的 这个部分 是很 复杂的 中观 分为 自序 映成 两种 自序 它又分成 经步行 自序 于且行 自序 两种 那 然后 映成派 那 继续吧 又随奉 本师的 中派 肯定 只有 四派 即 匹婆 沙 中 经步 中 二 个 小乘 中 派 以及 唯士 中 中 关 中 二 个 大 圣 中 派 因为 论典 中说 除此 四 中 以外 别无 第五 中 除三 圣之外 别无 第四 圣 金刚 葬 所造 使金刚 略意 广 注 说 四 圣 及 五 宗 此 非 佛 所 说 好 那 这个呢 就是在 群里 三 尘 四个宗派 佛教呢 只有 三尘 还有呢 四个宗派 三尘呢 就是 身为尘 还有 独觉尘 那 大尘 就是 菩萨尘 这三种 没有 第四种的 第四尘 那 然后 佛教的 宗派呢 只有 四大 宗派 四大 宗派 指的是 皮博 什么呢 有 有 部宗 还有呢 金部宗 为时宗 还有 宗观宗 这个 四大宗派 没有 第五派 那 为什么 要说 只有 三 成 四宗 没有 四 成 五宗呢 这个呢 因为在 什么 就是 习 金 干 略意 广 住 这个 经典里面呢 就有提到 什么呢 一句话 四成 四成 即五宗 是非 佛所说 是非 佛所说 佛教呢 只有三成 四宗 没有什么 四成 五宗 见得 说法 好 好 那 那 接下来呢 以 中 中官 印尘派 而言 中官 自虚派 以下的 佛教 宗义 均堕于 长段 二边 但这些宗派 却认为 自己自宗的 教育 是中道 因为 他们都以 主张 离 长段 二边的 中道 而自豪 好 那上次 我们 也已经 讲到了 这个 长边 和 断边 这个 两个 内容 那 以 中官 自虚派 的 角度 来 看的话 印尘派 的角度 来 讲的话 就是按照 应该说 按照 按照 中官 印尘派 的 中意 来 讲的话呢 中官 自虚派 以下的 见解 都是什么呢 堕入了 长边 和 断边 他们都不 属于 中官 中官 自虚派 也不是 中官 中官 那印尘派 认为呢 只有 除了他 以外 那其余的 什么 自虚派啊 等等 这些呢 他认为 都不是 中官 派 都不是 中官 派 原因呢 原因就是 他们都 堕入了 长 段 两边 所以说 不是 中官 如果是 中官的话 那 必须要什么 断出 这个 长边 和 断边 然后 他的 见解 就是要在 中间的 这个 道路上 但是 自虚派 以下呢 没有建立 在建立 中间的 道路上 那为什么说 按照 中官 印尘派 来讲 那为什么 他们认为 自虚派 以下 是堕入了 这个 长边呢 因为 自虚派 以下呢 他们认为 一切法 都是 自信 成立的 他们认为 一切法 都是 自信 成立的 自虚派 还有呢 什么 唯实派 经部派 有部派 都是 他们都是什么呢 认为 一切法 都是 自信 成立的 所以呢 就是 堕入了 长边 那 为什么 他们认为 一切法 自信 成立 会 会堕入 长边呢 因为中官 按照中官 印尘派的 这个角度 来看的话 一切法呢 实际上 它不是 自信 成立 而 自虚派 以下的 宗派呢 他们把 一切法呢 都认为 都认为是 自信 成立的 所以说 堕入了 断边 什么 缠边 因为 不是的 一个法呢 他们认为 是的 不是一个 自信 成立的 法 他们认为 是自信 成立的 所以呢 堕入了 缠边 是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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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继续念 此外这四个宗派对于断除长边和断边 也都各有不同的说法 毗婆沙宗说 果生时应已灭固离长边 因结束时果出生故离断边 好那虽然是按照应群派的角度来看的话 都是什么 其余的宗派都是堕入了长边或者是断边 不是宗光派的 但是他们自己认为 在自己的宗义的角度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讲的话 都是认为 都是自称为是宗光派 自称为都是宗光派 比如说在自称派的中观师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宗光派的 那同样的什么 同样的什么呢 他们认为 约称论师 佛护论师 都不是宗光派 那只有自称派的中观师 才是一个中观派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那同样的为时派也是一样的 为时派的时候呢 在为时派的这个宗义当中 中观派呢 只有 只有为时师 只有为时师 也就是说 为时师呢 就是尽命论师 不是啊 那个什么 就是伐称论师 那然后 这个什么 世青菩萨 那晨难菩萨 等等这些呢 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 中观派 那 其他的法师呢 其他的什么 约称论师 佛护论师 龙树菩萨 他们认为都不是中观的 那同样的 有部派 还有呢 金部派 都是建的 他们自称为都是什么 中观 那其他的都不是中观 是建的 那如果是建的话呢 那有部金 就是皮婆沙宗 他们为什么说 自己是中观呢 自己的这个 基道国 的这个 主张呢 建立在什么 一个中间的 这样的一个 道路上呢 所以呢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这个中间的 这个说法 就是中观的说法 既不堕入 长边 又不堕入 什么 断边 就是 中间的 这个道路 那他们认为呢 他们的 自己的这个中间 中观呢 是这样的 就是英国的 这个 中观 就是英国的 这个中观 那英国的 从英国的角度来 怎么讲中观呢 皮婆沙宗 他们认为呢 国 它 产生的时候 国产生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它的英 已经 就是灭掉了 已经毁灭 怀灭 已经毁灭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英 是已经毁灭了 所以说 它没有 堕入这个 长边 为什么说 没有堕入 长边呢 如果 国 产生的时候 英还在的话 那就 这个英呢 它就变成了 一个长法 它不是一个 无长的 它变成了 一个长法 比如说 苗亚 它 产生的时候 种子 它已经是 坏灭了 这个说明 是什么呢 说明 这个种子呢 它一直在变 它不会在 这个果的时候 它不会在的 所以说 它是说明 它不是长法 所以说 毗婆沙宗呢 他们认为 自己没有堕入了 这个 长边 那为什么 他们认为 他们说 自己没有堕入 这个 断边呢 因为 种子 它不是长法 它是一个 无长 所以呢 它结束的时候 不是什么东西 都没有的 它不会中断 它的叙流 不会中断 它能生 一个果 任何的一个果 会生出 会生出一种果 所以呢 这个因的 进取果 它不断地 会下去 会产生 一种果 所以呢 他们说 没有堕入了 这个 断边 因 它结束的时候 不会中断 还会延续下去 所以呢 不堕入 这个 断边 所以它 自己认为呢 是 中观的 它的 见解是 中观 好 那 金部 中说 诸有违法的相续 不断地流转下去之故 离断边 插那坏面之故 离长边 好 那金部 金 也是 一样的 它 为什么说 自己呢 是中观的呢 因为 他们认为 一切的 有违法 都不断地 它的 叙流呢 不断地 会 流转 下去 所以说 它没有 堕入 这个 断边 那 然后 一切法 都是 刹那性的 缘故 刹那性呢 说 意思就是说 一切法 都是 刹那性 它不是 常法 它是 一个 无常 它不认为 是 一个 常法 所以呢 它说 就是 远离了 这个 常边 所以 就是 皮婆沙宗呢 就是从英国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中观的内行 那然后 经过中呢 他们是从 这个什么 有违法的 这个体性的角度来 体性和叙流的这个角度来什么 解释 体性嘛 可以说是体性的角度来解释中观的 意思就是说 它的体性是 它的体性是刹那性 所以呢 远离了 常边 它的体性 它不会什么呢 断掉 它一直会流转下去 所以呢 他说 远离了 断边 所以从体性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中观 中观的见解 应该要加一个见解 所以说 四大宗派呢 各自都认为 都是中观 好 为师派 为师宗说 便记所指 非时有故 离常边 依他起时有 依他起时有故 离断边 好 那 为师宗呢 他们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中观呢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呢 既没有堕入常边 就是在见解的方面啊 见解的方面既没有堕入常边 又没有什么堕入断边 所以呢 他的这个见解是一个中观的道路 那为什么说远离这个常边呢 为什么说远离断边呢 因为为师派他们的基 不是啊 根 到国里面的这个根位的 根位呢 主要是有三种 就是三性 这个名呢 叫做三性 三性是指 一他起 原成史 便记所值 这个三个法 一他起呢 他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字 那其实呢 跟在那个什么 摄律学里面讲到的这个有为法 有为法呢 就是一他起 跟这个是 同意的 因为呢 一他起的意思就是说 一因而产生的法 就是一他起 一因而生起的法 就是一他起 这个呢 只有有为法 没有无为的 那一他起 那十有呢 我就是简单的讲一下 介绍一下 十有 不是啊 十 这个 一个法是什么 原成史 原成史呢 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这个空心 空心 空心 他们呢 不会说空心啊 他们不会说空心 他们说原成史 实际上呢 就是在讲空心 跟空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所以呢 那 唯实派的空心呢 就是原成史 那遍际所值 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呢 除了这个什么 一他起 原成史 以外的 不管是 存在的 或者是不存在的 都是属于遍际所值 可以这样讲 意思就是说 一他起 不是啊 这个什么 有违法和空心 除此以外的 存在和不存在的法 存在的法呢 就是虚空 什么 灭地 等等 这些 对不对 不存在的法呢 就是空花 什么 兔角 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呢 遍际所值 所以呢 他们认为一切法 都什么呢 就是设为这个三性 没有第四个法 所以他们认为 在这个积位的部分呢 积位的部分啊 这个三性当中 一他起和原成石呢 是属于 是什么呢 就是地实有 他们认为是 自性成立 自向成立 不是自信啊 自向成立 或者是地实有 所以说 他们没有 堕入 没有堕入 成立 为什么呢 如果 一他起和原成石 他们是 五地石 或者是 五自向成立的话 那就变成 一他起和什么 地什么呢 原成石 都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遍际所值 也没有办法 就是安立 所以一切法都变成了 一个什么呢 不存在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 他们没有堕入 禅边 那然后 对啊 那然后这个 便际所值呢 便际所值 因为 是没有 地实有 所以他们认为 没有堕入 这个断边 没有堕入 断边 好 那中观 中观宗说 一切法 在明言上 是存在之故 一断边 在圣意上 不存在故 离常边 好 那中观师呢 他们 就是 不管是印尘 这里讲的 这里讲的 他部分印尘 自虚啊 就是中观师 就是中观宗 中观宗呢 为什么说 他是中观呢 他的见解 是中观的见解呢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认为 因为他们认为 一切法呢 都是明眼存在的 都是明眼存在的 其中 其中 某一种法 他不是明眼 安利的话 那 他就变成了 就是不存在的一种法 所以呢 就堕入了 断边 所以说 一切法 都是明眼上的存在 也就是说 明眼中 明眼中有 都是明眼中有的 所以呢 他远离了断边 那 然后 圣意 一切法呢 虽然是明眼中有的 但是 圣意物 圣意中 是不存在的 圣意 这个圣意 就是地时有 蛮有一个 是地时存在的 所以说 他远离了 这个禅边 如果在一切法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法 是地时有的话 那 中官派呢 他就堕入了这个禅边 堕入了禅边 所以说 一切法 因为是明眼中有 所以呢 远离了什么 断边 因为一切法 都没有自什么 圣意中有 圣意中 都是圣意中 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 远离了 长边 好 再继续 好呢 在这里呢 还要补充一下 这个是 不分中官 秩序 还有呢 什么应成的 为什么这样不分呢 因为中官派呢 他们同一的见解是什么 一切法 一切法都是 无地时存在 就是无地时有 这个就是中官派的 同一的一种说法 那然后 不同的自序派和 应成派的这个差异呢 在哪里呢 虽然 两派都是认为 一切法都是 无地时成立的 但是呢 自序派认为 一切法都是 自性成立 虽然是 无地时 但是 自性成立的 那应成派呢 就不一样了 一切法不仅是 无地时存在 而且呢 没有一个是 自性成立的 一切法都是什么 无自性成立 所以说 既不是 地时有 又不是 自性成立 所以呢 到了中官 应成派的时候 他的见解 就是更深了 所以这两派呢 自序派和 应成派的差异呢 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陈徐 是中官 自序派的内部 但是 但是 陈徐 自性成立的 中官派呢 就是属于 自序派 那 不 陈徐 一切法 都是自性成立的 这个中官派呢 就是 应成派 好 虽然 上上上 诸中意 能遮破 所有 与 自中 不同的 下下 诸中意 但了解 下下 中派的 见解 却是获得 上上 中派 见的 最胜 方便 因此 千万 不可以 因为认定了 上上 中意 是最好的 便蔑视 排斥 较低的 中意 因此 承认 四法应者 就是 内道说 中意者的 定义 就到这里 因此 好 那 这个不菲 虽然 上上 诸中意 能遮破 所有 与 自中 不停的下 意思就是说 中官 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个 见解 和对自己的 这个根气 的 这个 根气 的 这个 有没有 这个能力 的这个什么 关系吧 应该是 见的 比如说 有部和 这个 进步的时候 进步中 的时候呢 他们都认为什么 一切法都是 自方成立 自信成立 第十有 这样的 那到了什么 印尘派的时候 因为呢 印尘派 他们自己的 对于这个 佛经的 理解 不一样 因为呢 这为什么 理解不一样呢 因为他们的 根气 是不一样的 就是每一个人的 根气 是不一样 那所以呢 这是佛经的 这个理解 解释 看法 都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认为 一切法呢 自翻有 自信有 是对的 但是 是地实有 这样的 说法 完全是 什么 违背了 什么 佛陀的 这个意去 所以他们呢 就是 特别的 反对 下面的 这个 下下的 这个 综艺 那然后 到了这个 中观派的时候呢 就是同样的 他们认为呢 一切法呢 是自翻有 什么呢 一切法呢 都没有一个是 地实有 地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 认为呢 佛陀的 究竟的意去 还有呢 佛经里面 讲的最究竟 最中心的 这个 意思呢 都是在于 一切法都是 无自信 前例 这样的一种 不是 一切法都是 什么 无地实有 无地实有 所以呢 他们 就是 破了什么呢 破这个什么 中观 不是中观 这个 维时派以下的 这些见解 所以呢 维时派以下的 见解呢 对这个中观派 来讲的话呢 都是一个什么 就是颠倒的 一个见解 对他们来说 是变成了一个 颠倒的 这样的见解 所以呢 他们就会去什么 刻意的去破 他们 反对 他们 所以呢 那应成派 和自虚派 和自虚派 里面呢 就是中观 自虚派呢 印成派 他们认为 自虚派以下的 都是 都不是 佛陀的 这个 究竟的思想 不是究竟的思想 那 只有 他说的 就是 佛陀的 这个 究竟的思想 所以呢 他们 就会什么呢 就是刻意的 就是 就是 反驳 那然后 用各种各样的理路的这个方式来 什么呢 就是破下面的这些见解 下下的这个见解 那虽然是这样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 就是 因为这样呢 所以我们不能 就是 面试 或者是 排斥 就是 下面的 有部 还有呢 经部 为时 这些他们的 这个 机位 到位 那然后 国位的 这个 什么呢 主张 国位的 主张 那为什么 这样说呢 因为 这个层次啊 这个层次呢 就是我们 不了解 下下的 这个 综艺的 机 到 国 这个部分的话 那没有办法 了解 上上的 这个综艺 那尤其是 中光 印尘派 和这个 维时派的 这个综艺的 就是跟 阶梯一样 就是跟阶梯一样 所以呢 你想要 彻底的 清楚的了解 中光 印尘派的 这个见解的话 你必须要 学习 什么呢 这个 为时派的 基位 到位 国位 这个部分的 这个部分 不然的话呢 就是 没有办法 什么呢 清楚的了解 这个中光 印尘派的 这个 基 到 国的 这个部分 就是跟阶梯一样 就是跟阶梯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不能 面试 还能 排斥 小看 因为小看 就是不能 学什么呢 不能小看 他们 我们还是要去 学习的意思 应该要去 学 好 那再继续 因此 承认 四法印者 就是内道 说中欲者的定义 四法印即 诸行无常 有漏皆苦 一切法无我 即涅 涅槃 好 那这个呢 我们 在下一堂课 再做 详细的 介绍 所以说 承认 四法印者 就是 内道 说中欲者的定义 应该是这样讲 承认四法印者呢 是宣说 佛教中欲者的 这个定义 那四法印呢 就是诸行无常 这个行 大家要记住啊 行 行呢 有好几种的解释 这里面的行呢 是有为的意思 有为 有时候这个行呢 它会解释成 什么呢 具有能生果的功能 就是行的定义 第一个解释 具有能生果的 什么呢 能生果的功能 就是行的定义 那然后 第二个行呢 就是在十二支缘旗当中的 第二支缘旗 第一呢 是无名 第二支就是行 这个行呢 就是 业 我们一般在讲的业 英国的这个业 业有三种啊 就是 善恶无际的业 对不对 就是跟这个业是同意的 那然后第三种的说法呢 五蕴当中的这个行运 行运 就是第三种的说法 所以 有好几种的这个解释啊 所以呢 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 那 嗯 有漏法呢 都是苦 一切法都是无我 那 依赖这个修行 无我的这个道理呢 最后 我们会获得什么样的果位呢 祭面念盘 祭面念盘 也就是 这个 念盘是解脱 就是解脱的这个果位 好 那上次呢 我跟大家说的这个 嗯 佛教徒啊 佛教徒呢 啊 就是以信仰的角度 来什么 嗯 来介绍的话 就是 皈依三宝 那皈依三宝的 信徒呢 就是佛教徒 那不皈依三宝的话 你不是 不承认三宝的话呢 你就是不是佛教徒 那承认三宝的话 就是相信三宝的话呢 那就是佛教徒 不相信的话 不是佛教徒 就是这样的 那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从见解的角度来 嗯 讲的话 那 呃 什么呢 就是承认一切法 是无我的话 嗯 应该是这样 承认一切法 都是 就是无我 那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信徒呢 就是 啊 佛教徒 不承认一切法 都是无我的 这样的信徒呢 他不是佛教徒 所以呢 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的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呢 都是啊 就是佛教徒啊 从信仰的方面 你相信三宝 然后归一三宝的话 那你也是一个佛教徒 虽然你 不知道什么一切法 都是不是 无我 或者是有我 但是你还是佛教徒 那这样 这样的信仰上面呢 你还知道 或者是你认为一切法 都是无我 你也 什么呢 认为一切法 都是无我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从信仰 见解 两方面的角度 都已经具备了什么呢 你是佛教徒的这个什么 啊 怎么讲这个 信仰和见解 两方面 都已经具备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有这样的 就是两种的 这个解释 上次我讲的是 是这样的 那今天这里面呢 就是承认四法应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不一样 承认四法应者 就是 那一道说中意者的定义 上次呢 有一位同学问过问题 但是我跟他解释过了 就是无我这个道理 就是从见解的角度来 解释这个 这个佛教徒的时候是这样的 这个佛教徒的时候是这样的 不是说四法应 但是四法应当中呢 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无我这个道理 那承认四法应 那承认四法应 所以我上次我上次提到什么呢 是有无我的见解释的 不是中意 中意者 是一般的佛教徒 所以呢 不承认四法应当中意者 那承认四法应者 也不一定是外道 因为呢 不知道什么无我的这个道理 但是呢 他们相信 有三宝 而且呢 归一三宝 这样的信徒呢 他是属于什么 佛教徒 但他们 不知道什么无我的这个道理 也不知道什么四法应 但是他们 还是有资格说自己是佛教徒 因为呢 在什么信仰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真的是佛教徒 有资格说自己是佛教徒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佛教徒呢 我们不能有 以什么承认 适逢承认四法应 这个角度来区分的 不是这样的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啊 下次呢 我们再继续讲四法应 诸行无常 有漏皆苦 一切法无我 记灭念盘 念盘和解脱是同意的 念盘和解脱是同意的 时间呢 两个小时 给大家留五分钟钟的时间 有没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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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应该很简单 可是我不懂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四大中派 中观为世 经不有过 那这只是 这是所有 这是格鲁派的分类 对不对 还是 是 格鲁派 尼玛派 嘎举派 撒迦派 就是在 到了西藏 这只不过是一种 藏地的一个佛教徒的分类 知道吗 佛教传道 首先是传道什么呢 传道中国 然后在六七百年之后 就传道了 西藏 应该是六七百年之后吧 应该是天的 这个时间我也不敢缺点 不太清楚 应该是六七百年之后 传道西藏 那然后西藏呢 以前是没有什么 就是在图翻 晚的时候 没有什么这个文字的 这个 记载 那然后到了松藏干部的时候 有这个藏文 那然后到了中喀巴那之后呢 就有什么 葛露派啊 尼玛派啊 什么什么派啊 就是有西藏有五大宗派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葛露 尼玛 戈举 还有呢 什么 本教 就是有五大宗 萨迦五大宗派啊 这个都是西藏的一个佛教徒的这个分类 西藏的西藏的就是藏传佛教的什么 教派 这样可以吗 可以 那但是现在在 比如说萨迦各局 他们有这样子学吗 他们不是没有学教典 那他们有这样分吗 什么有没有什么教典 就是说 我们是这样子学 学四大教派的 学四大宗派的 但是那对其他 教派的人来说 他们会有这样子的 学习吗 应该有啊 也是都 这个应该都是一样吧 四大宗派都是一样的 谢谢 你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们是葛露派 对不对啊 那我们葛露派呢 就是在讲佛教有四大宗派 比如说有部派 金部派 中光秩序什么什么 就是四大宗派嘛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什么 葛露派 还有呢 还有呢 尼玛 萨佳 他们也是 是不是 认同这个四大宗派的认同这个四大宗派 你问题是这个吗 对啊 或者是他们有 有没有学我不知道 但是他们都认同这个四大宗派的 哦 四大宗派是认同的 那他们学习 啊 没事 好 我知道 没有了 我的问题太简单了 不好意思 耽误大家时间 谢谢德修啊 嗯 其他同学有问题吗 可是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讲说内外道的区别 就是皈依三宝 他另外就是有那个 就是无我的见解 那有可能有人是有无我的见解 但是他不归三宝 会有这样子 不可能的 不可能 我们可以见 可以想 这个是三句型 三句型你知道吗 知道 认同一切法都是无我的见的教徒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信仰三宝 归一三宝的教徒 那归一三宝 信仰三宝的教徒 不一定是什么 承认一切法都是无我 承认一切法都是无我 这样的道理 这样的道理 对不对 所以他也不知道 一切法是不是有我 无我 那但是呢 他诚信的归一三宝 信仰三宝 那这样的话呢 他心中就是有一个什么 一颗归一的这样的心 那这样的人呢 他可以说是什么 他已经是佛教徒 所以说这连着呢 三句型 那既对三宝有信仰 又是认同一切法都是无我 那这样的人呢 他已经是什么呢 一个什么 了不起的一个佛教徒 可以这样说 这是最好的佛教徒了 了解这个无我的道理 是不容易的 可是啊 那可以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了解空性的道理 无我的道理 是字面意识了解吗 还是说要正 怎么讲 才是真的是了解 了解呢 那就是有三种的了解方式 我们不是平时在说三会吗 三种智慧 有没有 第一种是什么 对啊 闻所晨慧 思所晨慧 修所晨慧 闻所晨慧 首先 首先听闻 有关无我的 内容的这个经典 或者是论典 对不对 那然后 什么呢 对于这个无我的部分 所听到的这个内涵 你再次进一步的去思维 对于这个无我的道理上 你升起一个什么呢 在这个心泪水里面的什么 思察还是什么 在觉知的 下一个是什么 七种心泪水里面的 第一是什么 第一就是现起 第二呢 笔练 笔度 那第三呢 再觉知 第四呢 对对 思察之 对 对于这个无我呢 升起个四察之的时候 那这个四察之 就是什么 闻所晨慧 所以 你就是有了这个 无所晨慧的 闻所晨慧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无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闻所晨慧开始 你可以说是什么呢 有什么呢 无我的这个见解 可以说是有无我的见解 那然后再进一步的话 那就是思索成慧 那思索成慧的时候呢 首先是 四察之 那四察之的时候 他坚信一切法都是无我 但是 没有通达 没有通达 但是他有一个什么呢 对于这个一切法 升起了一个毫无犹豫的 这样的一个坚信 这个时候 你就有什么呢 无我的这个见解 但是还没有通达 那到了思索成慧的时候 你不断地 在建立一个定解的基础上 不断地去思维 无我的道理 那然后 有一天你通达无我的时候 那这样的智慧呢 刚升起的时候 就是比度恋 升起比度恋开始 你就有什么 思索成慧 就是对于这个 无我的思索成慧 那然后对于 这个无我的道理呢 你不断地在创洗创洗 那这样 那然后对于这个 无我升起 奢磨他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 升起奢磨他 你就有什么呢 修索成慧 那真的奢磨他之后呢 你就是可以 随心所欲地 专注这个无我 你想什么 入定 一个月 或者是你想入定 一年 或者是你想入定 毕生 见可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三种智慧 三种智慧 里面呢 这个见解 刚才说的 无我的见解呢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 就是最低的界限呢 就是文所成慧的这个见解 对于无我 有文所成慧的见解 文所成慧的见解 是什么 对于一切法 无我的这个道理上 你就是 就是好就是有一个毫无犹豫的坚信 虽然没有通达 但是有毫无犹豫的坚信 这个坚信不是随便产生的 它是经过思维 思维 无我的道理而产生 首先是听闻 然后去思维 然后变成了一个智慧 所以呢 闻所成慧 首先闻 所以闻到的东西 所闻到的东西 去思维 然后 对于这个 东西呢 升起一个毫无犹豫的坚信的时候 就是闻所成慧 然后对于这个东西升起 比度恋的时候 就是思索成慧 然后对于这个事情呢 这个法升起一个 摄磨它的时候 那就是什么呢 修索成慧 所以要结合一个法 刚才是我们在打配什么呢 无我对不对 对于无我生起 毫无犹豫的坚信的时候 就是 闻所成慧 对于无我 生起 通达无我的这个 比度恋的时候 思索成慧 然后 对于无我生起 也就是远无我的 摄磨它的时候 修索成慧 好 这个见解呢 就是最低 思索成慧开始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所以这个无我的这个见解呢 要生起无我的见解 是不容易的 这个见解不一定是通达的 不是说一定要通达无我 还没有通达无我的之前 也可以有什么呢 什么呢 无我的见解 好 那大家有时间的话 就预行一下这个 思法应 那然后 下一堂课呢 我们再详细的 介绍 详细的讨论 这个思法论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中文字 其实 如果 请 详细 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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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